大街上三人 你拉我扯 其中身穿白色上衣的富人 整個人被推倒在地 富人的丈夫上前李潤 反遭男子出拳狂毆 現場灑落大片血跡 嚇壞一旁路人 一個老翁 然後一個爸是他太太 反正一個是女生 一個老太太 就打電話 報警啊 男人爆發口角後 一路從大樓打到棋樓 沒想到送貨員 打完人後還進到超商內買飲料 遭警方給逮捕 6號中午11點多 一名送貨員到台北南昌路 移動大樓送貨 這要搭電梯時 卻在一樓被一對夫妻住戶阻止 認為送貨員要送貨到A洞 卻搭B洞電梯 引發送貨員不滿 雙方爆發衝突 導致老翁筆梁斷裂 因為裝了新電梯 我們就前幾住戶開會決定 就是說要管制 不要有嫌殺人等的進出 鄰居表示 AB兩棟互通 但A洞大樓要刷磁扣 才能上下樓 但B洞沒有管制 也許送貨員貪圖方便 才會搭別棟電梯送貨 只不過搭電梯 遭人勸阻就傷人見血 最後還是得為自己的衝動行為 付出代價 記者林志豐黃玉涵台北報導